即使是最保守的估計 我期望在短期內就著案件 就會有最後決定 我強調是短期內 我不敢說得實在 但是我樂觀是 甚至不需要用盡三個決 但是三個月內我樂觀 刑事檢控專員楊家鴻 在今年6月23日 實牙實之話三個月內 甚至不用三個月 就可以決定是不是檢控 懷疑涉探的前任行政長官 但是等了又等 案件都是未有檢控的結果 我們就在星期一 即是楊家鴻許下三個月 檢控限期屆滿前的一天 向律政司查詢案件進度 律政司發言人回覆指 律政司和廉政公署 一直就有關案件保持積極溝通 也在上星期收到廉政公署 提供的最新調查資料 律政司將會在這個星期 就是否檢控等等的法律問題 提供法律意見 律政司今次說提供法律意見 回覆內在母承諾是否檢控了 曾蔭權涉探的醜聞 要由43個月前說起 我們首先揭發曾蔭權夫婦 在婦商的陪同之下 公然出席澳門的江湖飯局 其後我們和其他傳媒 再先後揭發曾蔭權其他 懷疑涉及貪腐的醜聞 包括接受複雙游艇款待 乘坐富豪私人飛機外游等等 廉政公署 其後在2012年2月28日決定正式立案調查 但期間看來毫無穿進 律政司的刑事檢控專員洩偉成後退休 由資深大律師楊家鴻接任 到今年1月楊家鴻在立法會證實廉署已完成調查 並且將報告轉交律政司 考慮是否作出檢控 我們正在研究所有相關資料和法律 具體進度我不方便說 但容許我引用Mr.Servos那句說話 但是快來快去 都是未有最終的檢控決定 做過廉署調查主任的民主黨總幹事林卓廷 批評楊家鴻公開失信 不負責任 打擊市民對律政司的信心 而法律界立法會議員郭榮鏗 就表明一定會在立法會跟進事件 要求楊家鴻公開交代 為何對檢控曾蔭權一拖再拖